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台南將軍區的青昆森 這裡是青山漁港 所以你是青山漁港 小公主義 這裡有很多在地的手工小吃 而且我跟你講絕對是 贏安平對不對 我不相信怎麼可能會有安平 會輸給你的 好不好 你們兩個今天一定要好好的比一下 到底才是真正的小公 因為你們兩個比得越兇 我就吃得越多 精緻可愛的青昆森青山漁港 位在台南北部 大約在將軍漁港跟七谷岩山之間 所謂的昆森 有小島大漁或是沙洲的意思 這裡就是因為沙洲在陽光照射之下 會呈現青綠色 所以才叫做青昆森 這個淳朴親切的小漁港 保留很多傳統的小吃 和純手工的製作方式 少了機器多了很多人情味 正港的台南妹圈圈 就要帶我們去品嘗 她小時候吃過的台南古早味囉 這個漁港我很小的時候來過 這是全台灣最西邊的漁港 最西邊的 對 很大圓的鮮魚乾 這是什麼 你們來猜猜 這是什麼魚 飛魚 鮮飛魚 這是 土豬魚 土豬魚很大隻 答案就是 虱目魚 這個是它的背 這個是青山最新的三寶之一 虱目魚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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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曬耶 老闆妳好 妳好 這是虱目魚的背景 都叫虱目魚鱗 為什麼要吃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妳就像魚肚打起來 它必然煎最薄不好吃 這塊打起來 它的口感是最好的 有曬跟沒曬吃起來的差別是什麼 以前我們這個小孩的時候 就是我們這裡漁火量很多 一些我們中部的就是 在那裡打過打過 到那裡打過那個滋味 還有 我們這裡還開口 空氣更好 比像一個我們地方的特產 那邊那個是 我媽媽 媽媽喔 媽媽妳整個火都在打 對 這個湯妳都是手工割下來的嗎 都是手工的 這也是很費工 我這裡有幾隻 這個不可能有機器用 我這裡有幾隻的薩脈魚 妳這裡吃清清清 一塊一隻 對 一塊就一隻 一隻只有隻而已 不然妳 對啦 妳這裡有一個人 一人算一台就好 現場現在這樣聞 其實沒什麼味道 這個不會出味 不會出味 沒有味道 因為以為 沒味道 對 我以為會有這種的味道 妳現在還打過比較乾淨 對 有那個香氣 對 有香氣 對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帶我們來這裡說有好吃的 結果也帶我們這裡看東西而已 不然跟我們說什麼 什麼地方有好吃的 對 妳說小孩太貴 我就是要吃到這個 沒有 前面就在前面 前面右轉就有了 天啊 前面右轉 我就等你這句話 好 我們講好 小小的虱目魚嶺 背後可是大大的廢工 它無法用機器製作 烤箱也烤不出魚嶺的香氣 必須在太陽下純手工曝曬至少兩天 中途需要無數次的人工翻面 晚上要冷凍保護 要是天氣不好 就要馬上收起來 阿嬤一條條小心呵護的虱目魚嶺 趕快去港邊的麵線探 吃吃看 來 海味上鍋 這個東西真的跟我們在台北看到的 完全不一樣 沒看過 不是 這個 這個是蚵仔麵線嗎 是那種白湯 然後先煮好以後 最後才放麵線 它是放白麵線 白麵線 然後是白湯 所以它吃起來是完全柯的鮮味 對 很重 趕快先吃 這個真的要先吃 不然它的湯圓完全被吸掉了 很好吃 天啊 它麵線已經先煮過了 所以它已經過了那個鹹味 可是你現在它又巴了 蚵仔的鮮味在它的麵線外面 對 哎唷 你老饕耶 你看 你介紹這個 很可以喔 這個真的在台北 我們吃的都是紅色的麵線 很少會吃到是白的麵線對不對 很久沒有吃到這個了 它的蚵仔也太肥嫩了吧 真的 很大顆耶 我今天光吃這個就滿足了 你太容易滿足 你不要小看頭的 這才是真的 湯頭太濕了 跟兩位出來玩 旁邊這個是就是我們剛看到的 虱目魚鱗 它曬完之後就會這樣乾乾的 它這個部位的刺比較少 就是只有背部這邊有一些 比較大的刺把它挑掉以後 所以它吃的時候 它就可以一整口很脆 外酥內軟 你介紹的同時我就好想要來 來來來 哎唷 又朋友嗎 我可以這個啊 太幼熟了好不好 我知道你們台南人就是豪放嘛 很香耶 先聞 很香 欸 它裡面是嫩的啊 我一直以為它曬乾了以後 裡面會是 硬硬的魚乾耶 你想的是不是一夜乾的那種 對 曬過之後應該是把那魚的油脂 給吸出來而已 它裡面其實還是嫩嫩的 驚喜很好吃 真的耶 我覺得它有一個地方是精華耶 各位就是這個位置 在什麼 魚皮 皮嗎 它有好濃好濃的 薩巴魚的魚香 這個魚油都在這個位置 因為它這個背啊 就是它魚有沒有 在油的時候它運動最多的地方 肉的嚼勁是說 舒服 有在運動的肉有Q 對 有Q的 這個除了可以炸以外 它還可以烤 然後它可以煮湯 可以煮粥 因為它的肉夠多 它這個其實把它剝一剝 剝小塊的把它煮湯飯裡頭 因為它的香氣很夠 對啊 而且中秋節烤這個 不覺得很帥 真的 會得分 再來這個 蚵仔 給大家看裡面好多蚵仔 它厲害的是它的皮 南部它炸蚵仔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會加黃豆粉 所以它炸起來 它的皮會比較酥脆 有 妳吃原味了是不是 對啊 裡面 因為裡面 因為蚵仔本身就有鮮度 也就有鹹 它配上裡面的高麗菜 還有它的韭菜 它本身就很香了 蚵仔也是非常鮮的 然後蔬菜這個因為咬下去 它的水分就直接散發出來 就是煞開 對 再來就是外面的皮是脆感的 然後有那個甜味 然後再有韭菜的香氣 再有蚵仔的鮮甜 我的天啊 簡單的東西 這是接地氣的味道 超級好吃 回台南就要吃這個 妳是青山小公主 我覺得妳比安平小公主厲害 漁港酒是霸氣 酒是狂 吳郭瑜整條丟下去酥炸 樸食又新鮮的美味 這就是港邊的日常 如果沒辦法 親自來青山漁港 虱目魚嶺 可以宅配回家自己料理唷